好 可以看到两岸的关系 那么在这个共击的部分呢 在花莲发生了 瑞士国母7.2地震 3号这一天嘛 那么共击消停一天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最新国防部公布了 4月5号6点到4月6号6点 征获了共击直升机 一个架次进入到东部的空域 另外共建7艘在台海周边的活动 同时大陆的东部战区 进入备战状态嘛 说到安全我们来看到 我们也请将军哦 我们刚刚也说 赖清德你要注意 你马上520就要上任了 那在台海的部分 那在这几天依旧还是不断的 是解放军来到东部的部分 这架飞机 这架直升机应该很明显 虽然说我没有看到相片 但是我可以研判出来 它应该是直九 因为为什么说是直九呢 解放军这个海军 它的舰载机 大概就这几款嘛 直20 直九 那还有直八 直八是很大型的 直八比直九还大 直八有多大呢 就是前两天我们看到 他去吹菲律宾登上铁线胶的那款飞机 叫直八 它那种是大型的一种直升机 它制造的风力很大 它用那种飞机去吹铁线胶的这种观面 那直九是什么 直九其实我们台湾也有类似的飞机 是警察在用的 你看我们台湾叫做海豚 是跟法国买的 那解放军来讲 它生产这种飞机 放在它的舰载机上面 它可以做很多种功用 第一个是它把它改装成反潜直升机 所以它可以具有反潜能力 第二个它可以把它加挂一些这种 空对地的导弹 来做对地的一个攻击 那我个人为什么研判是直九呢 我觉得如果在外海地区活动来讲的话 应该是在外海地区有一枪 这个解放军的052D 或者是说054护卫舰 它是可以停直九这种直升机的 那在这个地方做什么演练呢 在东海岸来讲的话 很明显的就是做反潜的演练 因为我们都知道东部海岸比较深嘛 那适合潜舰的作战 然后美军或谁 他们如果说要到东海岸 一定是从东海岸经过巴士海峡 到南海地区去 所以我个人研判 这下直升机在这边出现 附近应该有一艘解放军的0524 054或者052D的这种这个潜舰 或者护卫舰 带着这下直升机在做反潜演练 是那另外也可以看到 在这个美国的空军跟太空军杂志 过去在3月29号报道 美印太司令部司令公开表示 中国空军规模即将全球最大 在每一年呢 可以生产是有超过100架的 这个殲-20战斗机 还有呢是有这个超过100架的殲-16 那殲-14年产量不到40架 对比在美国的部分 生产的F-35的战斗机 135架一半都是用在海外 我跟你讲没有135架了 美国现在没有到135架 它2025年的国防预算已经出来了 它2025年的国防预算是8500亿美元 那比照2024年是8410亿美元 只多了1%而已 可是你要知道它多这一拍 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 还有它必须要给美军的官兵加响 它如果不加响官兵就等于说 实质上面收入就没有那么多 美军官兵在2025年的时候 明年加响幅度是4.5% 然后再加上它要应付俄乌战争 跟这个中东地区的这种军事冲突 还有它提供给乌克兰的一些预算金费 包括给我们台湾也有 有5亿是给我们台湾的 在这种状况之下 它能够用在它的武器方面生产 已经很明显减弱 那它的F35它目前是多少呢 依照2025年的预算来讲 它原来预计划是83架 现在减少到70架 少了整整13架 也就减少了16% 它为了要节省这多少钱 可以节省到16亿 这是美国自己的国防预算报告书 写的数字 它减少几样东西 我觉得更严重的是 它把关岛的防空飞弹撤掉 那你想想看 关岛防空飞弹何其重要 它一直要加强关岛天宁岛 关岛还有甚至要在流氓岛 建设这种第二岛链的一个防空火网 它原来在关岛地区要设立的 除了说爱国者之外 它还有萨德系统 原来规划在关岛来设置 那现在来讲 你知道关岛空虚到什么程度 关岛的防空爱国者防空飞弹 已经被搬到乌克兰去了 乌克兰现在缺防空飞弹 然后它原来萨德系统 现在又停止不干 所以关岛可以说对它来讲 现在是一种战力很空虚的一段时间 另外它还减少什么 减少它维基尼亚籍 浅舰的制造速度 那它这时候只好去拉着这个澳洲 要它加入AUX集团 所以这整个你可以连串在一起看 那这个解放军来讲 它一年生产的歼2是100架 你要知道它不只是歼20 它还有什么 还有歼35 它还有歼16 所以说这数量来讲的话 已经远远超过美国的生产飞机 你刚刚讲的说生产这些数量 有很多 今天上次很多是供给国外的 包括以色列 包括到这个英国 日本的这些飞机 所以说它是供给这些 那它自己国内的飞机 它现在已经减少这种数量 很明显看得出来 由这次的美国 明年度的国防预算报告里面 我们看得出来就是美国来讲 这方面来讲已经慢慢走下坡 那你要知道空军作战来讲的话 我们当然讲空军的这种飞机性能 有多好 这是值 我们希望有一个值的提升 但是不要忘了 值之外还有量 对不对 作战来讲你还需需要量 值跟量两者是同样重要 你不能光靠值我 我值很好 但是我数量不够 那解放军来 我们不论千二十的这种战斗能力 跟这个F-35来讲的话 大概同一个等级 可是它量上面 就彻底的碾压F-35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如果再加上有尖35 有尖16这些空军的战绩来讲的话 我觉得对美国来讲它压力当然倍感三大 不得已在这个状况之下美国只好去拉拢 所以它要在拉拢菲律宾 拉拢日本 拉拢澳洲 组织一个新的AUX集团 然后希望日本跟韩国加入它的小北约这种集团 来共同赫制中国 因为它自己已经也看得出来 它如果光靠它自己单独的力量 它可能已经没办法阻止中国在这个 就是第一岛链的这种 已经没办法阻止中国在第一岛链的活动 所以我们台湾自己也要去思考 你看这些数据表现出来 你到底要亲美还是亲日 如果夏天延这时候还去参加CSIS兵推来讲的话 你到底是去打探敌情 还是去跟美国说人家中共 那我希望这种兵推是很实在一个兵推 夏立元去推也好 让他了解到 就是说美国若实实在 把这双方来讲 中美双方的军力来讲的话 做一个这种兵器推演 让双方能够彻底了解 那不是纯粹只是政治性的兵推 政治性兵推就是你先射箭 这个先画把再射箭 我已经有结论就是中国惨败 对不对 然后这个台湾惨胜 如果你已经有这种答案 你去做这种兵推 就已经失去了完全的意义 那我觉得这次来讲的话 美国印太司令 这是印太司令讲的话 他说会是全球最大的 我觉得美国司令 讲了一个很实在的一个话 那这些话也必须可以提分 给赖兴德跟未来的 这个台湾我们这个赖兴德政府 来做一个参考 你到底应该要走向哪一方面 到底你还要不要 如何来做一个避站 这是我们台湾政府必须要思考的 明天到此前面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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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